对于这个医学科技薪资 这件事情老师说我是外行 不过这林青林教授 他是内行的专家 那我本身是个心脏科的医师 然后未来可能在医学系的话 可能我们也会常常碰到 就是我是医学系的副系主任 所以你们要是有什么样问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的林青老师 那林青老师的话 就是今天很多的一些课 都是来跟林青老师来负责帮忙 那我想很重要就是说 这是一门什么样的课 因为现在的环境 就是我们要当那个医生 已经不是说 你只好好的专注你的临床 就可以了这样 我们还必须要很多的一些 跨领域的一些知识 跟一些那怎么样去跟人家 做一些跨领域的合作 那人工智慧这件事情的话 大致上目前很多的一些趋势 那我跟林教授其实合作 也做了很多的一些 也做了一些这个医学教育的 有关于那个 有关于那个 我们的人工智慧的 一些部分 Medical AI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常常想就是说 我们医学系有一个医学科技教育中心 我们常常在想就是说 那对于你们的 对于你们的那个 一个新的那个学生的话 新进来的学生 未来你需要具备 什么样的医学科技教育的知识 现在有的 未来有的 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可以来那个 来做一些了解 那这方面的东西的话 你们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也会有什么计算机概论 城市语言 等等 那这些东西的话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提醒大家 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环境 其实是一个知识爆炸 那我们很多东西 真的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跨领域的合作 我们才有办法去 去做一些那个 去做一些那个 真的要很多的一些跨领域的合作 才有办法 去做很好的一些链接 那我们举办这样子的课的话 我不是说以后大家都不当医生了 就好好的只来做这个 就好好的只来做这个 这个人工智慧 也不是这样子 而是 也许你们可能里面 有5% 10%的同学 他未来对这个有兴趣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这堂课 是开启大家一扇窗 让大家可以来了解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那电脑正在打开 我想就是说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 这堂课的设计 其实上我们请了很多的院外委员 台大的 城大的 我们请了很多业界的 业界的董事长 我们甚至有一些 这政府的官员的一些课 来一起设计这样子的课程 那我们希望给大家 那有一个很global的一个 一个concept 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我们有基础医学的研究 有3D列印 有人工智慧 有一些区块链 智能眼镜 怎么样建国智慧医院 大数据 还有一些科技展的一些参访 机器人手备 在手术上的一些应用 也许你们不一定知道 就是说这详细的一些以后临床 也许就是说你们也会有一个疑问说 怎么会这么早 就请你们来上这个课 那最重要是我们希望这堂课 给大家在心里面埋下的是一颗种子 让你知道就是说 未来这些东西可以这样用 那你如果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你就进来 我要求什么呢 要求你们课一定要到 你们只要课有到的话 我记得我们应该有一定的算老公式 等一下林教授会跟大家讲 你们课只要有好好到的话 考试就算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考得好的话 你的也不会说被当 可是你要是课没有到 我们是每堂课都会点名 课没有到的话 每次好像被扣的分数应该就是5分 你知道几次没有到的话 你大概也不用考试 所以我要求你们这堂课的话 是每堂课都要到 那我更希望就是说 这堂课其实可以大家 也许不用太大的就是说 一定要备好什么知识 备好什么东西 可是我希望能够 大家就带着一个 open-minded的心 去上这堂课 那我想很重要就是说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AI都一直不断的演进 到现在我跟林教授做的就是一些新电图的AI 我来跟大家讲就是说今天在台湾做新电图的AI 其实三星中院还占有一定的角色 那其实在慢慢演进 已经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文献的发表 那AI可以用来进行 AI可以用来进行一些做一些新电图疾病的一些判别 那首先我们有好几项 包括血甲异常 包括心肌梗塞 包括一些其他的成果 那我来一一跟大家报告 那 那这个事实上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 一般来说 一个血甲异常 一个病人的电解值 身上电解值不正常的话 它会有致命性的风险 可是呢 要检查这个血里面的甲离子 通常都要透过实验室 通常它需要一个小时 那一般来说如果甲离子不正常 它心电图会有一些变化 那心电图会有一些变化的话 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个心电图 很快的就知道 这个病人的甲离子是有多少 那这样子做完心电图 得到它的甲离子通常只有三分钟 而且越严重的 或是越严重的高 心电图越明显 判断起来越准 这是我们当初发展这个疾病的一些 这个诊断的注重 所以我们大概收集了五六年的data 大概收集了这么多笔 2016年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训练 这是整个模型架构 那个是林教授的专家 现在我也不太可能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我是跟大家讲说 训练好之后 我们是可以做一些临床应用的 我们发现 在机器人在判读 用心电图去判读血甲一场 比医生还来准 我是一个心脏科医生 我从心电图看他有没有高低血甲 我已经算还可以了 我是合格的心脏科医生 所以大家不用怀疑这样 还可以了 可是他比我还厉害 那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 这个机器人他可能有看过 100万张的心电图 我从出生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看过100万张 可能10万张也没有 不过我应该是比你们厉害一点 你们可能只看过几张而已 这样子 对啊 可是他看过100万张 所以如果说这是合理的 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存在的 那这样子一个情况下 会有什么样的impact 像这个病人 他来的时候是昏倒 昏倒的时候 他心跳只20一下 我们正常人的心跳是60到100下 他来的时候 心跳20一下 大家做完心电图 说他心跳真的很慢 心跳有没有怎么办 这个病人在洗肾 我们都会认为说 洗肾他是不是血脚太高了 可是我们不敢给他 说我们还是要等数据出来 我们才会给他做处理 这是过去 现在的话 你可能做完心电图 用人工智慧判断 你知道他的血脚 你可能配合他的病史 你就可以处理了 经过40分钟之后出来 其实病人已经在做处理了 这是我们目前 所开发出来的一些优势 那这个病人一样 他低血脚 低血脚 血脚浓度 其实 那3.5到5.3 那他只有1.5 1.6 他如果说没有 赶快给他治疗 这个病人可能 会急着无力 他会没有办法呼吸 所以一样 他做完心电图 我们马上就可以判断 虽然结果40分钟出来 可是在出来之前 我们已经知道 他的血脚是多少 赶快给他补充 这个病人就可以逼 这样危险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事 做完心电图 他们认为血脚太高或太低 我们马上就传简讯给医生 医生就肯会给他做处理 有时候 这样可以 把一些致命性的血脚异常 赶快抓出来 然后赶快来给他做处理 那我们还做什么事 我们去验证 除了在三军总院内湖验证 我们做完这个模型 不是说他很准 那就算了 要看看临床上是不是合用 所以我们在三军总院 内湖院区的急诊室用 在丁床院区的急诊室用 那总共收集了多少个病人 我们可以看一下 总共有大概 在内湖院区有三万多个 病人的心电图 在丁床院区有大概六千多个 一样我们进行验证 发现在临床上确实可以用 而且血脚越高 它的准确率事实上是越高了 它的A5C都有到0.96以上 那是非常准的 不管在内湖在丁床 都是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们已经给他申请专利 台湾的专利已经获得了 美国专利现在还在申请当中 那第二个case是心肌梗塞的案例 我跟大家讲 心肌梗塞 一个病人如果心肌梗塞 他会有胸痛的症状 他会做心电毒 心电毒会有变化 他会有心脏酵素 你们现在还不晓得 可是一个病人要诊断心肌梗塞 他心电毒会有典型的变化 你会有一个问题 心电毒有典型的变化 可能人就看得出来 为什么还要机器人帮忙看 刚刚那个血甲是机器人 有时候看得比人还准 可以告诉人 他的血甲的浓度 这个案例是 人毕竟是人 人也有初心的时候 第一个 你们年轻你们看了 不知道这个病人 有没有心肌梗塞 看了心电毒之后 你们不知道 你们再过十年 可能也会不知道 可是如果有一个病人 有一个机器人心电毒 他看心电毒 有没有心肌梗塞 是跟我一样准的 或是比我还准的 而且他是机器人 他不会累 人会累 我要是真的看了100万个病人 100个病人以后 再看一张仙徒 也许我有时候 仙人打鼓有时候错 对不对 人总是会有一些犯错 可是机器人他不会累 他也许他真的有问题 他就马上会跟你告诉你说 这个病人有问题 你还是要给他处理 所以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开发 这个汗毒心肌梗塞的机器人的初衷 我们希望在一个年轻的医生 或是一个比较忙碌环境 就有一个专业的 不会累的心脏科医生 在陪着他看这个心电毒 大概是这样 而且过去我发现 病人心肌梗塞第一次来看急诊 会被误诊的机会是2到30%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减少 这个2到30%的案例 那以后我们说 几个14万个病例 给他训练 训练完之后 刚刚机器人比厉害的心脏科医生 我算还可以的 比我还厉害一点 我是真的还可以 但心电图我是真的还可以 所以大家不要怀疑 那以前我们怎么做 以前病人来到急诊室胸痛 做心电图 急诊室的医生 认为有问题 他都是心脏科医生 心脏科医生认为有问题 才会启动 要去给病人多心导管 可是我们现在怎么做 这个病人 什么时候会delay 这个时候会delay 因为急诊室的医生可能忙 急诊室的医生可能没有经验 他不一定知道 这个病人是心脏科医生 可是现在病人来到胸痛 做心电图之后 心电图 那机器人马上就可以告诉 心脏科医生 告诉急诊室的医生 说这个病人可能是心脏科医生 心脏科医生看了以后 我们现在都有收简讯 是 赶快就启动了 可以节省时间 我们现在都用简讯来处理 所以大概这样子 我举一个案例给你看 这个83岁的女性 病人来的时候是胸口痛 其实当时急诊室太忙了 大家只要做一张心电图 你们现在不会看 以后年纪大了 你们就会看了 这个病人是个心肌梗塞的心电图 他这个地方高起来 这个地方低 这个现在不会看没有关系 我也没有说 一定要强迫大家会看 机器人说他是心肌梗塞 可是一开始 大家不知道他是心肌梗塞 太忙了 还去送检查 还去照S光片 还去抽血 可是我当时值班 我收到卷序 明明是心肌梗塞病人 怎么没有启动 要赶快去给他治疗 这个病人是在风险的情况下 我们赶快下去急诊室 这个病人送去抽血做检查 我们赶快请他回来 一个病人如果心肌梗塞 来到医院的门口 我们希望在90分钟之内 就把那血管打通 这个病人 如果又这样子延迟到 人又没看出来延迟到的话 这个病人被治疗 铁定超过90分钟 索性 我们有人工智慧 我们有机器人告诉我们 这个病人心肌梗塞 我们赶快下去给他处理 这个病人后来我们77分钟 还是把他完成了心肌梗塞的治疗 这个片子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我不晓得他没有动画 没有办法给他看 确实一个很典型的 血管狭窄的后 我们帮他处理好了 现在心肌梗塞有好几类 我们现在出了很急的 比较不急的事实上 我们一样可以判断 来协助临床的医生 未来这个可以怎么做 我们如果说 有了这样的软体 事实上我们已经做好了 我们可以跟救护车合作 病人坐上救护车 做了心电毒回船 我们马上知道 医生可以在急诊室等 可以在急诊室等病人来处理 我们可以高危险的病人 我们可以给他放在 穿戴室装置 这个病人紧事想的时候 我们这边知道 赶快请他叫来处理 我们可以在急诊室来快速诊断 事实上这就是希望 我们的一些医疗的做法 可以改善我们的医疗行为 因为这样的介入 事实上我们从过去90分钟就及格 我们医院还没有AI介入的时候 是70分钟 AI介入之后到61分钟减少9分钟 事实上是很好的一个成就 其他成果 其实包括一些毛地黄中毒的 病人可能有一些气凶的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 事实上都可以 那我们未来其实我们有很大的目标 我们希望就是说 一个病人是急的 是急的急性的 包括现在慢性我们也在做 的心脏肺脏的疾病 那可以用心电图看出来的 我们都可以能建立一个人工智慧 以后未来可能你天天的机器在身上 你突然胸口痛的时候 机器人可以告诉我们说 他是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 我们也相信未来是做得到的 以后再偏向什么司马库斯 在小琉球平衡没有医生在的时候 挂了这个中置 也许有可能 马上就会知道 说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 一些心脏急症的问题 这是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达到的 还有很多的一些 包括血脚异常 毛地黄中毒 那这个心包膜炎等等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要做的 已经也有些部分 我们已经有发表5篇文章 还有5篇文章正在修改 也快要发表 还有正在准备了 所以这个人工智慧 有时候需要很多的一些idea 也要很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data 然后机器人学习 更需要是跨领域合作 像林教授他不是医生 可是他的成就 就是跟医生 林博士林教授 他是远胜于大部分医生 他现在是很多医生的老师 我虽然是个医生 我做做新导管可能还可以 可是其实也成事了 那这我真的就不太懂了 这是林教授的专业 也都是一直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个对象 那这次是需要一个team的 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拍了这个课 我们引力学这样的课程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join 最好是要有兴趣才可以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大概也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我希望这堂课带给大家 就是说未来大家要好好把专业做好 那也可以做一些跨领域的合作 那AI其实很难取代人们 可是AI在急诊室 你说今天AI犯错了 你有可能说叫AI负责吗 你有可能叫AI去 那有抓AI去关吗 AI不可能其实很不去 不可能去关 他只是辅助我们做诊断 就如同这样子而已 可是我们人必须要去学会 善用这个AI 人学会善用AI的话 未来会取代那些 没有去善用AI的人 那我们医院其实是有 很好的一些成果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其实我们除了林教授之外 还有很多长官的一些帮忙 给我们很大的一些启发 那我希望这堂课 我就是一个要求 就是说大家可以带着放松的心情 可是大家一定要join 那大家要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态度 因为会请来的老师 不是从城大来的 从台大来的 那从很多地方 业界来的 其实他们都是很忙的 那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上这个课的时候 要有比较好的态度 比如说一来就是准备要睡觉 一来就是准备要那个干嘛的 这样就非常困难 这样我们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专业 如果说老师也没有好好教你们 同学就是觉得说 这样课程很那个的话 也许我们课后都可以好好的讨论 可是我希望大家可以 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研究这样的课程 带着一颗 就是可以大家互相配合 互相尊重的心 来看这样子的课 我们这个课确实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 实际上的关系 我想接下来的话 我就请林教授 来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那我可能必须要再去看门诊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好 我们非常谢谢这个林景森 这个复习主任给我们的一些指导 这样子 他分享了我们医院 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 就是AI应用的这个 就是情境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换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在 那我们现在就是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林青 那我现在是医学系的这个助理教授 那我那个 然后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堂课 主要的这个 就是规则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有怎么 就是还有一些 我们在 我们国防医学院期望 就是医学系的学生 能够学会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基本的人 用出来的介绍 好那课堂的这个内容 刚刚林先生医师已经讲过了 我们都跳过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这个机器 就是我们在医学科技教育中心 这个这是国防医学院认为 这个医学生啊 在未来 他一定是在这个充满科技的这个环境之下 去做这个去做这个就是职业的 医师的职业 那这个我们大家未来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不要会写城市 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在未来我们要怎么跟科技共存 那对于有兴趣学这个城市 然后进入 经城市设计或者是 这个科学 这个科技的部分呢 纳入你的未来生涯规划人 我们有provide的一些这个选修课程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些课程这个多少 有些人好像也看过了 那有些这个可能还没有这样子 好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地图啊 他主要是怎么设计的 一个这个基本的大学 大一的这个学生进来 我们会先给他介绍个 简单的这个介绍 介绍这些应用情境 介绍这些未来的情境 那刚林领生医师 已经给大家看了 我们目前最先进的应用情境 也许今天只有三菱总院 有这样的一个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但是我可以相信 在未来五年之内 全台湾所有医院 都会有这样的system 你到你 那个时候你们都还没毕业了 对不对 好所以说 我想你们的未来 一定是要了解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们要先做科普教育 那我们做了科普教育之后啊 你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 你在团队里面啊 你成为一个team leader 那成为一个team leader 你必须要了解 最新的研究脉动 你必须要了解 这个你必须要有能力 去执行一个专案 去主导一个研究计划进行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找到 当你未来在临床 你在当医师的时候 你发现问题 然后你才有能力去设计流程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team leader的角色 也许你不喜欢当team leader 你喜欢当技术 就是你喜欢你对写程式 或者是对科技的 实际操作 动手做你非常有兴趣 那我们在暑假的时候 主要是二生三的暑假 我们还会开一个workshop 当大家可以这个 属席选修这样子 忘了跟那个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你们是没有暑假 你们暑假是只有三个礼拜的 所以说这个你们剩下时间都上课 你们不上医学科技新知的这个就是workshop 那你们就要去基本教练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 好那那个当然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就是智慧医疗的这个学分学程 那大家可以参考 未来你在毕业的时候 你可以额外获得一个证书 哎怎么有个人 那个给了一个哭脸 是可能听到刚刚不来上课就要去基本教练 觉得难过吗 哎这个这个也没有办法 好那这个 这个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今天的课程啊这个反正我一定会让你们两点半以前离开了好不好 这个我们老师上课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这个不要多有学生嘛对不对 那那个哎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主要讲什么 除了李景森医师刚刚给的应用之外 我等一下也会稍微讲一点我们的应用 但是我今天最重要的主题是 我们的课程主要分成了三个part 人工智慧3D列印跟其他 那我们在最开始一系列的讲者全部都是讲人工智慧的 所以为了让 就是因为李景森医师是真的比较忙 不然应该是我先讲文再让他讲 因为为了要让大家这个能够了解人工智慧能够做出什么 你不能说哎那个人工智慧啊电脑大神啊 我现在想要上火星我想要住在火星 你觉得有可能做得到吗做不到科技还没有到那个水准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科技的进展 我会花大概2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很快的介绍一下 从1950年到今年2021年 这个AI这个领域的进展 你现在要跟他讲说这个AI啊 我想你可不可以变成我女朋友 抱歉他现在还没有这个功能好不好 这个现在是做不到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I它的进展 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人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一定是没有看过这张照片啊 这个人叫艾伦图林啊 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记得他是谁啊 有人听过啊对啊 不知道是看电影 诶怎么啦怎么有谁在讲话 模仿游戏对没错 看电影认识了我刚刚就在想 是不是有人看电影认识他的这样子 那个线上的同学你那个 你那个打字就可以了好不好 不要讲话这个我有点会被吓到这样子 打字我们是看得到的 那这个对的确他是模仿游戏的主角好不好 那他是来做什么的呢 他就是他在模仿游戏里面 他就是想要做出一个人工智慧嘛 对不对 我们先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 那个感觉好像有点电影 有一些剧情嘛对不对 剧情需要 总之他真的是想要做人工智慧没有错 他在1950年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说 那我们怎么样才叫个人工智慧 他说这个机器啊 他必须要有最好的感官 并且才要能够理解 并且能够说英语 对他来讲智慧是这个样子 到目前为止我们也都还没有完全做到 我们可以让他有一些感官 可以让他有一些回应 但你说要出现一个AI女友 抱歉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所以大家都知道一下目前的科技的限制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 那他一开始提出这个构想之后 大家都开始研究啊 那在1970年代左右 第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 是这个就是这个Terry这个老先生啊 这个1970你们在哪里都还不知道 不要讲你们在哪里都不知道 你们爸爸妈妈在哪里 搞不好都还不知道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啊 他们提出了一个system啊 最简单的方法 电脑是怎样 你给他一个指令 他就可以回来嘛 对不对 所以他设计了一个叫 Rual-based system 这个Rual-based system啊 这个使用者可以跟他讲说 Pick up a big red block 这个AI就会去扫说 哦 哦我看到了 你要把这个捡起来嘛 对不对 他就把它移开 然后去拉起来 好这样子有什么困难呢 你如果我们理解语言的 是我们理解语言的方式是说 哦你看到big了你看到red了 你看到blog了 你怎么组合起来 然后是大家是这么教你吗 不是对不对 可是电脑好像必须被这样教 对不对 可以理解吧 所以这个方法的缺点啊 非常的清楚 就是Rual-based的这个Rual不好维护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未来要当临床医师 临床医师在一直以来哦 这个到目前为止都还是这个样子哦 我们要做一个疾病的诊断 一个病人到你面前 你一定要先哦 呃先做条件一的判断 哦怎么样 然后条件二的判断 这样一个树状的规则性结构 是我们目前临床主要在应用的 这个诊断概念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跟各位报告 你们未来到了临床之后 你们要背下来的这个流程度 我看至少100个 好不好 那你们要 这个医学系就是要背这些东西啦 好不好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复杂 真的是很复杂 而且你这样能够完美的应对所有的疾病吗 好像也不行对不对 而且这个树好像随着研究的进展 这个越来越复杂 Rual-based的问题是 这个这个Rual实在是太复杂 你们看刚刚那个Terry老先生 他设计出来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玩具 他的Rual有这么多条 这是他写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 真的就是这么多条Rual 所以你想要利用Rual来理解English 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这样可以理解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实际上别人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设计出 我们没有办法设计出很好的Rual 那我们可不可以Build rules from data 这个是有机会的 大家在高中的时候都学过线性回归 那时候可能不叫线性回归 就regression 写回归 你们都可以用爸爸的身高预测自己的身高 你们绝对有只要给你足够的sample 你一定可以见得出这条方程式 对不对 你们能够到这里给我看到 你们考试考这题的时候绝对都会写对不对 那你们这个未来我们就是写出 爸爸你的身高等于 50加上0.7倍的爸爸身高 这是我自己举例的好不好 那这样的一个是怎么搞出来的呢 我们是用数学做出来对不对 好那我就不这边跟大家介绍 这个数学是要怎么算了好不好 我们时间有限 你有兴趣的话反正后面有很多课程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想一下 这样的一个idea 在医学上有没有在应用 当然有 我们今天如果说一个病人进来 我们有没有办法综合多个参数 对他下一个判断 把它做一些加减乘除 主要说 这个这边是一些血液的这个抽血的检验值 HDL乘以3加LDL乘以2加上什么 我们有办法 而且实际上真的有 这个我们把它叫第二代的AI system 刚刚RAW-based的那个system 它是第一代的AI system 第二代的AI system 就是数学市区建立出来的 数学市区建立出来的 它的这个 这个主要说你想要算你未来10年内 你发生这个就是死亡或者是 MI就是那个心肌梗塞 死亡或DES 就是死亡或心肌梗塞的风险是多高 你经过一些加减乘除 数学市区写在后面 当然是有点复杂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 你只要知道确实是可以透过计算 就是透过简单的计算 你可以把它算出来 至于这个计算的这个 为什么我说是这个性别乘以3加上年龄乘以2 这个是DATA告诉我的 我Build rules from data 这样可以吧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好这样的一个市值有什么问题 你会发现刚刚我们在学回归的时候 那是线性的对不对 你只能求出Y等于AX加B 你只能求出AB 你会有个问题啊 你凭什么不是Y等于AX平方加BX加C 凭什么市值不是这样设计 凭这个高中老师没教吗 不行嘛对不对 来我现在讲 你今天要预测这个球丢皮卡丘的路径 它是一个跑物线对吧 跑物线是一个二次式的 那你当然知道跑物线是二次式的 那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性别年龄跟未来会发生心肌梗塞 它是几次式 你们讲得出来我服你啊 一定讲不出来 对不对 那我想一下 这个有这么难吗 当然很难啊 不然那些物理学的老师们是怎么样 为什么他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才能够建立那些少数的公司 可是我问题 如果今天你要把红色跟蓝色分开 我今天叫你问你说 这个市值长怎么样子 我想很少数人可以写出下面这个市值 所以用这个市值可以把它分开 很少数人可以分开 可是我问你一件事 我把红点跟蓝点丢在平面上面 我叫一个三岁的小朋友 画一条线把它们分开 你觉得他做不做得到 他非常轻松的做得到 虽然他没办法写数学式 但是他可以非常轻松的做到 你们也绝对做得到 对不对 然后你们也绝对做得到 所以说其实人脑是非常厉害的 那我们在那个时候 我们想说我们的数学式 没有办法解决一些 很复杂的问题 可是人脑觉得很简单 那我们何不模拟人脑来写数学式 这就是大概1980年代 那时候的人 他们想的做法 还真的可以 这个是模拟人脑的 AI画出来的边界线 它没有画得很完美 它没有画得很完美 可是它是有办法大致上画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真的是做得到的 好 那当然 这个没有动画 真的是非常可惜 你有办法在高尾 就是抽象空间中 做出一些判断 那不代表你可以 用人的眼睛可以看到 我们再回到 刚刚图林的那个介绍 图林他说什么 我希望 我不是只有希望 我不是只有希望 他会理解 跟会说英语而已吗 我希望他有最好的感官 我们最好的感官 是不是我们的眼睛 好 我们的眼睛非常厉害 这是一只猫 这是一只猫 可是你觉得这一只猫的图片 你一看你一定就知道它是猫了 可是我现在教你好好的定义 猫应该要有哪些特征 你会跟我讲说 要有两只猫耳朵 一只猫尾巴 对不对 长得有一个感觉 诶 我跟你讲 这只猫有两只耳朵吗 没有这只耳朵好像被挡起来了 对不对 这只猫有这样好好的站着猫 也没有嘛 对不对 可是你就是看得出一只猫 这就是这么厉害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我们的数学是设计到 那个时候的阶段 还有很多值得进步的空间 我这边本来要给大家看一个 歌子判读病理切片的影片 我不知道这边在座各位 有多少人未来想要选当病理科医师 我不是看不起病理科医师哦 我只是说鸽子也会做病理科医师 好 但是啊 这个 但是当然啊 没有病理科医师那么厉害了 好不好 这个 这个鸽子啊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鸽子会死啊 对不对 我训练一只鸽子 让他看病理切片 诶 我跟你讲 你可能不相信啊 这篇paper啊 他训练了六只鸽子 六只鸽子都可以考 85分到90分之间 好 大家现在听这句话没有任何感觉 大家 我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办法被录音啊 什么录起来 我跟大家讲啊 大家未来四年级 生五年级要考国考的时候 大家看看自己的病理科 有没有办法考80到85分以上 就我的经验 大部分的同学 因为国考是总平均几格就好了 对不对 大部分的同学是病理科我就放弃了 所以我去考其他的科目好了 好 这是这个样子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鸽子都这么厉害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想一下 鸽子都做不到 那我们凭什么做不到 对不对 我们的数学是凭什么做不到 所以我们的数学是 我们不知道人是怎么运作 可是我们总知道 电脑那个动物 我们总是可以透过研究 我们发现他的四神经 其实是透过不断的扫描 这些当下的这个物件 然后去做一些病症 这边我们不要讲的太细 好不好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好那总之啊 我们现在设计出来的 这个我们现在设计出来的AI有一个特性 以往我们的AI 来一个病人进来之后 我们先对他抽血 先对他做一些有的没的这个测试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叫他特征的抽取 我们把这个病人 这个我们好像不是在看病人 我们好像是在看data 那么这种感觉 一个病人进来 我们先看他血糖多少 血压多少 呼吸几下轻跳几次 我们好像在看数据 我们不是在看人 那透过这些东西 我们在设计AI 然后去做一个预测 以往状况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发现 人其实不是这么做的 人是一个病人进来 你可以去捏捏他 你看一下他的脸 那个你看一下他脸 你可能就觉得 他这个是很痛 还是有还是有点痛 对不对 有个病人跟你讲说胸口痛 你也都怀疑说 他到底是假装 假装生病 还是真的很痛 对不对 或者是那个 因为你们都是志愿医军人 你们不会有看到 有人想要逃兵医那种 逃兵医 想要被医师判定 脾胃不设当兵 什么神奇的事情 都会干出来 对不对 但是你稍微看了一下 你就有经验 可以把它分开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model 是一个all-in-one的model 从图像 或者是从第一线 你接触到的样子 从真实的图像 你就可以直接把所有的元素都设计在里面出来了 这是我们第三代的AI 第三代的AI这么强 它为什么到2016年以后 你才被大家认识 我想大家2016年的时候 你们大概国中生吧 是国中生 应该差不多是国中生 那你们在国中的时候 你们在小学的时候 你们有听过AI非常的红这种事情吗 没有在那段期间 有一段期间 我们进入了第二次的AI喊动 也就是有一段时间 我们有一些 不管是电脑上 或数学上 有一些困难 有一些困难 然后导致 我们没有办法 很好的 把我们的电脑 弄成模拟人类的样子 但是我们很高兴的 在这个2019 在这段期间 不断的有研究者愿意投入 在2009年的时候 李飞飞 他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他把这个他首先去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数据 刚刚林景森医师讲说 他他现在比不上AI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AI看过100万张信念图 他这辈子不要讲 不要讲这个100万 10万张可能都没有看到 那首先你现在要建立 100万张的这个大电脑 对不对 那这100万张的大电脑 李飞飞他要建立出来 他建立的是一般的 什么这只猫 这只狗 这只鲨鱼这样子的资料 可是要建立这个东西也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信 你们如果觉得李飞飞做这件事情很简单 你们也不要说去搜集 你们就从一数到一万就好了 你们看你们数不数的完 好不好 所以建立100万的资料集 那其实是不容易的 好 那这样子的话 透过2010年开始 他database建立起来 然后2010年开始 我们不断 他把这个资料公开出来 给大家进行比赛 看谁设计出来的AI很强 这个比赛就是看说 这边有一张图片 请你去辨证说 这是一千类物体中的哪一类 你可能会觉得辨证猫啊狗啊很简单 我告诉你 那个猫狗 那个有分什么波斯猫 什么什么 我也几千罗猫 我猫的名字 我也讲不出那么多了好不好 所以人类的错误率大约是5% 在2011年的时候冠军 只有冠军才有资格在这张图里面 在2011年的时候冠军错误率是28% 2011年冠军错误率26% 在当下这个时候 人们会 大概2011年的时候 也就是你们小学以前的时候 人们会觉得 AI有一天要超越人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就是有这样的很幸运 2012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大突破 一直到2015年 我们就首次超过了这个人类 那这里的下降幅度 这是非常非常快 那我必须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有了一些 演算法上的突破 我们有了一些电脑 电脑的这个运算能力上的突破 所以才导致我们 现在这个时代 是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用小学以前的经验 来衡量现在这个时代 那我必须讲 就是现时代进步的 真的非常快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这件事情 好 那大家可能不了解说 这些重要研究的突破 有多么了不起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说这个 一个学者 他如果要发 paper 他最厉害就是发到什么 Metro Science 之类的期刊上面 我们的校长 他就曾经把他的 paper 发表在Size上面 Size Size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听过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Size它为什么很厉害 是因为平均发表在Size上面的论文 一年会被引用50次以上 什么叫一次引用 不是说你Facebook转贴一次 就是引用 这个Facebook 别人的paper 别人也发了一篇paper 他说我是参考你的 这样子算一次引用 所以一年有50次引用 这是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跟大家讲 这一篇paper 何凯明 这是一个大陆人 他2016年发表这篇paper 他在去年 光去年2020年一整年的期间 他就被引用了两万多次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突破有多么的巨大 他是 他在2020年被引用两万多次 是人类历史上一篇论文 一年内被引用最多次的 时刻 好不好 你就知道他有多多了 好 你就知道 哎呀 这个我 我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动画 不然我本来想给大家 轻松一下 这个动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动画是晋级的巨人 对不对 好 这个晋级的巨人 这个 我本来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训练出来AI 他在看晋级的巨人的时候 会有什么感觉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这个晋级的巨人里面 就是有这个主角要砍巨人 对不对 他发现 我们的AI觉得巨人是个人类 可是主角不是人类 为什么呢 主角太帅了 主角太美了 那AI是从什么东西 AI为什么会认为那是人 Build rules from data 对不对 那他从哪里拿到data 真实世界 所以你知道暗示了什么吗 就是他觉得真实世界的人都长比较像那个巨人 那个巨人形象的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好不好 就是像我这样的肥仔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来想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更高阶的这个计划 来 这是国防医学院的照片 对不对 我们让电脑模拟墨内 墨内已经死了很久了 对不对 我们来让他模拟说 如果墨内来画国防医学院的话 他会画成什么样子 这个确实是有这个感觉 对不对 你说我们没有什么人文素养啊 不过我们至少还是看得出来 好像有点油画的感觉啊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分辨 这是毕卡索海默内画的话 搞不好你们是可以分辨的 但是我是没有办法 好 那我们有一些课程的这个介绍了 就是我想啊 就是我们的课程都是在线上 可以直接 就算你没有修课啊 也是公开的平台啊 包括我们今天的讲义跟录影 还有我们未来 这一节课所有的这个录影 我们都会放在网路上 好 那也不用特别拍了 反正那个你们就搜寻我的名字 林青 你们找到第一个就是我啦 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代的AI 在给 在医学上面给大家带来多大进展 我们啊 现以往的这个眼科医师啊 这个病人想要看他的这个眼睛啊 糖尿病的进展状况 这个糖尿病啊 糖尿病 糖尿病我想大家应该都会知道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糖尿病的病人在过了一阵子 他会慢慢的恶化 他可能会失明 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 或者你可能有亲人 亲身经历你就会知道 好那我怎么去评估他的眼睛的状况呢 我总不能他失明了我才注意到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东西 叫眼底镜 然后去做一个判别 这个眼科医师啊 他每天都需要看 非常多的眼底镜 那毕竟有人照他就要看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AI已经可以做到 2016年的时候 新加坡的团队 就已经把这个 就是这一支AI训练到 比人类还要更强的 这个准确度了 好那他除了可以这个 除了可以看眼底镜以外 他也可以看皮肤癌 这个皮肤癌啊 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东西 我跟大家讲 你这个东西 要有800多种皮肤癌的分类 你有办法分类吗 800多种 不要讲说 你有办法看这张图 可以知道那800多种是哪 800多种 你光要背起来都不容易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AI它居然可以做到800多种的分类 你知道这篇皮肤 当然最后就是上个NATURAL 你们可能就是NATURAL 就是我刚刚讲什么NATURAL SIZE 什么之类的好不好 那病理科医师未来的 病理科医师的工作是什么样 就是一个病理切片给你 你需要用40倍 到400倍放大的倍率去看它 那看它做什么呢 你要把有问题的地方把它圈出来 你们知道一个载波片 就是你们显微镜上面看到载波片 把它放大400倍那张图会有多大吗 你们可能很难想象 非常非常的大 那你们必须一点点的扫描 一点点用眼睛看 然后把可疑的地方圈起来 一张病理切片 医师圈一下大概要4个小时 你们未来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时间非常值钱 但是你们要知道 你们未来差不多就是做这些事情 AI要做多久呢 原来很快就做完了 并且准确度可以达到临床医师的 就是病理科医师的水准 好那另外 我在跟你们讲一些 你们未来可能会做到的事情 你们未来有些人可能会成为放射科医师 放射科医师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就是坐在医院里面 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病人 去照胸部S光片 你看到人家照一张胸部S光片 你就要帮他打个报告 你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做这件事情 这只是一小部分 你还会被要求做一些其他事情 举例来说 身为一个大学老师 你除了要 这个教学是你固定的业务 对不对 我那个时间到了 我就是要来这边看看大家 跟大家讲讲话 对不对 然后看看大家学习状况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 大家不是用这种方式衡量老师 对不对 衡量老师说 我研究做的怎么样 对不对 我没有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以后你在当医师的时候 你多少少也会面临到这种状况 对不对 这是你的本职工作 对不对 但是这个学长不会care这件事 因为学长不会看报告 所以报告都是学弟在看的 好 那这个报告 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进来以后 AI也是可以准确的判断 这个Stanford大学的这个团队 他们也把这个东西也把它做出来了 那现在一个胸部的光进来 那基本上 透过他们发展的AI 就可以很准确的打出他的报告 那同样新电图也是一样 现在已经有 你看我现在到目前为止 介绍到第五个了 每一个领域 应用领域都不一样 但是AI已经全面的 广泛的渗透到 每一个领域里面去了 那医师的工作 有逐渐的就是有一些support 那以往我有机会比较 枯燥的部分 现在AI可以比较快速的做完 那大家可以就是花更多力气 做在这个 这个其他 其他这个就是 你 你会被Evaluate的地方这样子 好 Apple Watch也是一样 Apple Watch有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PPG它是什么光学的这个 光学的这个就是 反正就是看你的心跳状况 这个东西现在也可以拿来被 侦测心律不诊 如果你突然心律不诊发作了 你的Apple Watch 可能会发现这件事情 可以通知你后面的医师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 其实也快结束了 我很快的把后面稍微讲一下 目前 这样的一个 AI广泛的这个 就是进入这个医疗产业 这个已经有非常多的 这个国际上的这个 AI的竞赛 局面来说 可以透过这个 这个其实本来都是会动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视讯软体 为什么都会让它没有办法动 就是 你可以透过这MRI 然后你可以知道 它的这个左心式的这个 血流的输出率 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医师来看的话 要么你就随便喊出一个数字 要么你就要好好的量 那你好好的量 绝对是非常花时间 所以大部分的状况下 你都是随便喊出一个数字 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准 对不对 所以透过AI 它可以很精确的 把这个数字给量化出来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另外 它还有能力 透过你的X光 去预测你未来一年内 是否会发生肺癌 这件事非常重要 预测未来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可以告诉我 我20年后 不是 不要讲20年后 我明天 出去国防安全会被车撞 那我明天绝对不出门 对不对 所以预测未来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目前AI也多多少少 可以预测到你未来的这个疾病状态 好 那这个其实我本来要讲的 不过李领测 因为我不知道李领测医师 他想要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反正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应用了 对不对 好 那刚刚讲 这个李领测医师 他只有介绍在急诊室 你们不容易 这个医师容易missdiagnosis 那并没有办法很好做诊断 那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现在有能力让院外的救护车上的资讯 进入三远总院 病人在院外 在社后分队 他做了这个 就是在救护车上面做了心电图 我们的AI就可以知道了 病人来到医院的时候 是心脏科医师加急诊科医师 在门口等他 直接把他带进去 那你想 本来病人从到急诊开始 到他被治疗 几个标准90分钟 现在医师都要门口等他了 你觉得这个时间是不是会 非常大幅度的缩短 我想这是我们医院 为什么可以做到 医疗品质可以继续往上的原因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那澎湖分院在半夜的时候 这个病人居然也可以在84分钟之内 做完这个心脏科医师 这个绝对就是 这个当然都会有值班科医师 你们可能觉得 这个医师本来就没有在睡觉的了 对不对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不对 不要笑 医师真的没有在睡觉 可是你的团队要睡觉吧 你做心脏科医师 不是你过来帮他自己搞就好了 你需要有非常多的技术团队 包括放射师 包括护理师 大概这个心脏科医师 大概需要10个人才有办法完成 对这个病人的治疗 你总得把他叫起床 对不对 你自己不睡觉可以 可是你总得把他们叫起床 提早把他们叫起床 病人的病情就可以提早受到治疗 心脊梗射的病人 每delay5分钟死亡率上升20% 所以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一定要提早做治疗 好 我们这些成就 我们也非常高兴 就是我们也是真的有救到一些病人 这些都是新闻上面会有的 有名有姓的 这个病人许先生 有姓没有名 好不好 这个真是真实的故事 好不好 那我们还有一些真实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的 这个还有一些就是 我们就像李寅生医师 他不好意思讲说 他自己获奖了 那我来帮他讲好了 这个去年的时候 这个全台湾 这个就是 这些什么 各个医疗院所 各个这个医学院等等 还有各个大学 这个就提出了很多参赛作品去比赛 就国家新创奖 那我们国防疫学院很荣幸的 是成为全国被选中的前六名 他就只有选六名 不是说前六名 里面还有分什么一二三四五名 是他就只有选六对 可以在赖清德总统面前 这个跟大家报告这样子 那这是林寅生医师 虽然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跟刚刚看到那个人 绝对是一样的 好不好 他这就在大家面前 跟我们跟大家做报告 你可能会觉得 国防疫学院前六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有跟大家报告一下 里面没有台大 没有阳明 好不好 其他 其他五间 都是业界 其他五间有四间是业界的公司 其中一家是长根 好不好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也不算太差了 好不好 那这个 我个人也非常有荣幸 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有这个Discovery的采访 他因为我对这个影片有兴趣 扫一下这个QR Code 这是我最后一页 靠你们真的要扫 这样我有点害羞啊 好不好 这个 这个 怎么会有人说赖总统好 他还是副总统好不好 这个大家不要乱叫好不好 不要现在充值台湾价值好不好 好啦好啦 那我们今天上课都上到这里了 我很高兴 大家可以就是 等于说大部分人都没有睡着 我刚刚忘了讲我们的上课规则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们的上课规则就是 每一节课我们都会点名 你只要被点名没有到 我们就扣总成绩5分 那我们的期末考最多最多就只占30分 出席分数从70分开始扣 所以你只要6次以上没有到 你其实就不用来了 这样子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主要这堂课就是鼓励大家 去了解新科技 我们的考试不会太难 或者说也不是说不会太难 其实有点难 只是说反正会不会你都会过嘛 对不对 这样懂我意思吗 重点是你要去接受这些新科技 你要去知道说 现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我今天的这个上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助教今天的点名方式是打下两位 两位今天上课老师的名字 我扣你 有兴臃的 results 这是1个月刚才合作的 了点参考